真的 鳳凰颱風真的好難以掌握 因為它的路徑一直在改變 那麼在十點多鐘呢 已經掠過鵝鑾鼻中心出海了 那麼現在是風雨最強的時候 在南部也傳出了災情 屏東有一處鑽造的圍牆 被強風吹垮 還砸到停在路邊的箱行車 還好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肯定南灣巨浪一波接著一波來 枯枝和一堆雜物不斷往岸上衝 岸上的樹也被強風吹倒 凡凰颱風來勢洶洶 屏東恆春首當其衝 風是驚人 災情傳出 墾丁景觀會館旁邊一整片的紅樁瓦牆 抵不過牆式的風是整片坍塌 樁瓦和土石直接睡在地上 停在旁邊的白色箱行車也遭殃 外觀受損 窗戶玻璃也被砸破 只不過不少到墾丁的路客 因為颱風行程全取消 不想關在飯店跑出來透透氣 到岸邊觀浪拍照 被警方制止 凤凰颱風直衝南部帶來強風豪雨 民眾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運電TV綜合報導